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2021年谈H1B申请抽签流程和怎样得到批准 一年一度的H1B申请季现在又到了 那么移民局宣布从今年2021年的3月9号 就可以开始注册H1B抽签 那么开始的时间是东部时间的中午12点 那注册的结束时间是今年的3月25号 也是中午12点 时间比较重要 不要等到最后一天 说我到晚上注册吧 一看已经关闭了 不行 所以这个窗口我们看到3月9号到3月25号 一共十几天时间再提醒大家一下 那么这个注册一般来说需要由你的雇主公司 或者由律师来完成 个人注册呢那你需要得到你雇主的许可 在注册的时候呢也需要这个输入这个雇主的信息 那我们知道呢移民局最近刚宣布 今年2021年这个抽签的方法和去年2020年一样 这个就是说呢所谓过去说的新的规则 按照工资的这个level来决定抽签顺序 这个暂缓实施 现在的抽签呢基本上还是大家都一样的机会 只是呢如果你在美国境内 获得了硕士以上学位 那可以增加一下这个抽签中签的机会 另外我们知道呢有一个财政年度的问题啊 是吧这个抽的H1B呢抽中了批准了呢最早要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 那么2021年的10月1号呢就指2022财政年度的第一天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移民局讲到的一些事情用的是fiscal year 财政年度需要注意啊 要不说2022财政年度这和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很有关系 你现在开始的抽签理论上呢是为了2022财政年度的H1B来做的 那在你完成了这个注册以后 什么时候能够知道抽签结果呢 移民局号称说在3月底以前就能够知道抽签结果 所以很快但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些遗漏的名额 所以像去年的我们也有一些客户是后来才抽签抽中的 然后呢在抓紧时间申请了H1B也获得了批准 今年会不会还这样呢这个不好说我们还有待观察 因为有的时候吧有一些人呢虽然抽签抽中了 但是他后来被移民局发现不符合要求 他这个被取消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 所以呢有时候会空出来名额 那在抽中以后你需要怎么办呢 需要在90天内完成并且提交这个H1B的申请 所以呢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在今年的6月底以前 申请的流程呢可以参见我们此前的其他的视频 刚讲过了嘛就是说今年的流程基本上和以前一样 所以我们以前的其他的视频呢一般还适用 原来适用于2020年以及更早的基本的H1B的要求 步骤流程可以参考 简单来说呢你要先向劳工部提交LCA LCA批准了以后呢向移民局提交I-129的申请 那么你可以用加速审理 但是我们知道呢现在这个premium processingPP收费呢比较高 移民局要另外收2500的费用 对于其他人一般人来说呢I-129本身费用是460 然后呢有一个anti-fraud的费用是500 还有一个ACWIA费用来培训美国工人的 对于大公司呢要1500 对于25个人以下的小公司呢要750 这是基本的费用 所以对小公司来说呢申请H1B 官费呢一般要1710都加起来 那这个另外呢还有optional的PP费用 如果你是办H1B延期 有的费用呢可以少交 或者是amendment也可以少交 那么H1B申请要顺利批准呢 需要注意啊注意这个几个重要的因素 包括什么呢雇主呢需要提交这个财力证明 小公司也可以办H1B 我们曾经为只有一个人雇主一个人的这个小公司 也没有外面的办公室就在家里办公的 取得H1B的批准 除了雇主一个人他另外又招了一个雇员 像这样的都可以 但是呢那你需要提供比如说 这个报税记录啊像这个bank statement啊 等等这些文件 然后呢用来证明你的这个公司有足够的财力 除此以外呢 你要证明呢这是一个专业工作啊 那比如说像如果说前台啊出纳啊等等啊 就可能不算专业工作 要这个工作呢一般需要有本科以上的学位啊 这样呢来这个要求对职位要求 然后呢你还要证明这个雇主呢 有足够的专业工作来给员工做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小规模的房地产贷款公司 说我雇了一个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 然后呢来研究金融市场 这个呢就显得有些牵强 然后这个专业的工作呢需要和员工的背景啊 有联系 比如说你此前所学的专业啊 此前的工作经验等等 证明呢你能够胜任适合这样的专业工作 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参见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 以及呢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和我们YouTube频道的其他视频 我们在过去多年里面呢 为很多的H1B申请人取得了各种批准 包括直接批准以及收到RFE以后呢 联系我们在回复以后得到批准的 还有在背剧以后提交Motion得到批准的 包括各种专业的人士 其中呢有IT专业的 有各种计算机相关的职位 还有会计工程师 科研人员 律所的工作人员 然后以及做金融工作 市场营销 产品开发 医疗保健等等啊 这个各领域的申请人 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呢 H1B转换啊 这个换雇主 以及呢就所谓叫H1B transfer 还有H1B延期 这些申请呢 实际上都和第一次申请H1B 基本是一样的 都需要另外办LCA 然后呢 移民局申请的这个尺度标准 一般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能认为说 我已经有H1B了 剩下就很好办了 不是这样 还是要认真对待 当然这优点呢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 来自公司支持的H1B批准了 为公司工作过了 此后要再办延期或者transfer呢 就不用另外再筹签了 那如果因为各种原因 说你今年来不及办理这个H1B抽签 怎么办呢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在大学呀 或者科研机构 这些地方用H1B工作呢 可以不用筹签 除此以外呢 如果你要在公司啊 别的地方工作 你还可以考虑办理O1签证 或者呢 用F1 OPT 包括STEM OPT延期来工作 或者呢 如果你是H4签证身份 J2签证身份等等 你还有可能呢 这个办理相应的EAD来工作 或者呢 如果你的绿卡牌器已经到了 或者你能够交485 那你还可以用基于I485的EAD来工作 总之呢 这些也可以参见我们的 其他的YouTube视频和文章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1年 谈H1B申请 抽签流程和怎样得到批准 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